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打了个电话会议 怎么了 我们一起去看日出的前一个晚上 我有句话没有跟你说 在我出国以后 我把它写在了纸上 曾经无数次想送给你 天气好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抬头看星星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的 我都没能把它送出去 这封写了五年的情书 我 现在 我能把它念给你听吗 江小佳 我有句话想说很久了 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 写这些字的时候 我竟然不受控制地在笑 我室友说 这个症状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没告诉他 我压根没想治好 在国外的第一个学期 我闲来无事旁听了学校的中文选修班 老师教了几个成语 我认为其中最难的 是自知之明 我以前说 我要是喜欢上一个人 一定轰轰烈烈 让大家都知道 后来才发现 喜欢上一个人就是畏首畏畏 不敢让他知道 我说江家那么大大咧咧的 谁会喜欢他呀 却偷偷把你切坏的照片 在钱包里放了我 我还说 做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直到我看到你跟别的男生跳舞 我却只能嫉妒地早早退场 总想练习 却不堪轻衣 好朋友不会这样 出着脸红的决定 那 好朋友应该是什么呀 是你 我喜欢你 好朋友 不会天天晚上闭上眼 眼前全是你 不会在你难过的时候 比你还难过 也不会说这么多 无关紧要的话 只是想说一句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看来 我也没办法当成好朋友 看来 我也没办法当成好朋友 好朋友 你说这是最美好的风行 是 等紧缺着修理却越卡越紧 好朋友 不会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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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